在我国的民间一直有住这样的一句话,那就是档唐乱宋,这个其实不是说唐朝很脏,宋朝很乱,相对无民间的民风而言,更多的是根据当时的那些薛贵的私生活所说的。 首先,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档唐,所谓档唐,就是因为唐朝时期的社会风气相当的开放,有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看,来也是过人之事,看了之后辣眼睛的完全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中,就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,他有很多儿女, 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他当时已经算是老年的时候拥有的,在李渊成为皇帝之前他只有十个儿女,但是在五六十的时候却多出了三十多个孩子,由此可见李渊的荒淫到了李世民的时候,这个皇帝看起来一身正气,其实他霸占了自己两个弟弟的老婆,把他们都变成了自己的嫔妃,现在想一想,兄弟的老婆都能收进后宫,真是不敢想象,因为上梁不正,所以下梁就开始歪了,除了李渊和李世民, 接下来的鸡哥唐朝皇帝也不怎么好,什么私通妓母了,老子和儿子抢媳妇之类的事情也都发生了,在皇帝都是如此的情况下,底下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,唐朝人都非常喜欢虚养家妓,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时尚,谁的家妓多,出门在外谁就有面子,我们所知名的诗人白居,依旧是这方面的佼佼者, 此外,李白这位是先在妓女面前也跌落凡间了,让他们出门显示什么的,身边往往跟住一大群妓女,光是在都城长安就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是妓女,接下来就是乱送了,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,可以说得上市民不聊生,当时的皇帝也是荒淫无能,都快要国破家亡了,居然还在那里饮酒作乐, 这一切还要从开国的赵方英开始说起,赵方英为了收回臣子的权利,增加自己的权利,专门让这些大臣每天歌舞身庭,饮酒作乐,只要不要管事就行,结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社会现象,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只知完了,不知进取是一件好事,不是当时的世家大族都有很多的佳绩,那些我们看来有助浪漫,细胞的诗人们更是不用说,这样的国家当然是会快速破灭的,当时的社会更是浮躁,连曾尼这样的都没有了尽心轻力, 和尚可以娶气纳妾,尼姑可以嫁人,我们在课本上学习的著名理学家,看起来一身正气的朱熹,他还强迫一个尼姑嫁给了他,可以说整个社会,都是十分腿密的,再加上宋朝时期各种各样的起义和动论,我们从四大明珠之一的水浦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,虽然有了艺术夸张,但是水浦船,还是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情况,所以,我们把宋朝成为乱宋,以上就是脏堂乱宋的由来, 而从一些人来说,我们在课本上我们班写的工作期间,我们在课本上聊天了,我们在课本上的汽本下的课本上会访 organ体制作为买用的,